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秦斯林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跟热爱 我的29张当票前两集都出得还不错 最近我的第三集 29张当票的第三集 准备要出书了 希望大家能够秉持过去对我的支持 继续来爱我 谢谢 第一本书 29张当票 写的是当铺里面发生的事情 第一本书里面的故事 讲到了一些心心色色的人 很多读者朋友都对当铺里面的嘲讽 或者从事当铺的人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第二本书写到的是 当铺里的人生风景 这里面也形容了很多从事当铺 甚至包含我的老师这些故事 第三本书内写的是 这个社会的比较黑暗层的 一般读者所接触不到的 甚至只有在电视店里面 才看到的情节的这些小动物 我跟他们发生的之间的关系 其实当铺里面是我是兴趣 我的兴趣是做一个博物音乐 但是不管是不是兴趣 我总希望把我的工作做好 其实在我的工作里面得到最大的乐趣 是解决了客户带来的问题 虽然他们留下了很多的垃圾 但是他们带着开心愉快的心情离开 这是我从事当铺最大的一个收获 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写信给我 觉得他们得到很多的喜事 他们也得到很多的鼓励 但是我认为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次我签书 有一个人勾打招呼 后来我才发现他是一个警官 当初他在台北市当警察的时候 由我鼓励他去读官校 他在签书会上当总共致谢 这个应该算是大家久别重逢以后 相互做一种所谓人生旅程的答谢 各位读者朋友们 大家看了我的书 就会发现 人生喜福不定 如何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办法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办法 这一次我出的第三本书 我相信它里面有一些启示 对你一定有些帮助 而且这些启示 都是有许许多多的 奇怪的精彩的人生所累积而成的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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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